王上主在花絮有來了 在第二季中大東和 女紅突破形象反串女裝上演終極真反轉 就說本工作下 容不善這種心思多感 貴計多端的人 容不容得下是娘娘的氣度 能不能讓娘娘容下 就是人妾的本事 是不是要皇上 唉 見人就是矯情 其實我第一次也是 哭了一整夜 太久了 你知道我這個這麼MAN的男生 隔一天這樣要扮女裝 我真的是無法承受 而且甚至覺得對不起自己的父母 開玩笑開玩笑 我們應該用這段弄一個金像獎給你 沒有啦嚴重我剛剛開玩笑的 所以只要反串獎 第五次 你覺得這五次的心境有什麼不一樣 沒什麼不一樣 基本上想挑戰到五十次 真的喔 可是越演越像獎 沒有 但我覺得其實蠻有趣的 就是 因為可以發揮一些 平常可能不會有的戲路跟感覺 但我覺得那也是一個 演員可以去 去玩的 去 try的一個演技方面的東西 然後會覺得很有趣 相對於大東有多次版串的經驗 梓鴻可就是首次嘗試扮女裝造型 不過梓鴻說 看到自己嬌美的扮相其實不太舒服 我真的 我真的蠻不舒服 你剛剛還說這套衣服穿久還蠻舒服 不是 他剛剛 他剛剛真的有講 他剛剛真的有講說 其實這套衣服穿久還蠻舒服 真的假的 是 因為這個材質是 尼容的 就是蠻柔軟的 不過冠神女生真的是蠻不舒服 所以你不建議穿女裝 但是 就是上面是中萬軍的頭 然後下面穿女裝 你覺得很舒服 我在尼容治的男性衣服 對 然後是男人的頭 這樣子